某植物果實重量是多金遺傳 請問他應該跟你講小A小A小B小B 果實重1公斤 他每個顯性增加0.2 這個題目也太仁慈的吧 把那個背景資料全部給你了 所以就是說他有兩個基因控制 兩個A兩個B總共有4個位置 最少可以0個顯性 最多可以1個2個3個4個 最多到4個顯性 他如果顯性為0的時候 就是他題目給你講的小A小B小 小A小A小B小B 為1公斤對不對 這重量單位是公斤 每多一個顯性多0.2 所以每多一個顯性增加1.2 再1.4 再1.6 再1.8 可見最重為1.8公斤 題目來看一下 他說清代 題目在這裡 大A小A小B小B 跟大A大A大B小B 他說清代的重量分為多少呢 這是一個顯性 這是1 2 3 3個顯性 1顯跟3顯 在這裡啊 所以是1.2跟1.6 1.2跟1.6 對答對了 是1個顯性的 1.6是3個顯性的 所以第一 A選項是對的 勾勾 那紙袋呢 他就跟你講 這樣交配情況 大A小A小B小B 跟大A大A大B小B 他們的紙袋 是不是一定有個A 確定了 另外一個位置不確定 然後B呢 有個小B確定了 但有個位置不確定 簡單來說 他的紙袋 一定有個大A 一定有個小B 只剩兩個位置 不確定放大寫還是小寫 好那我們就看 這樣子的紙袋當中 最重者就是 剩下兩個位置的全放顯性 是不是1 2 3 三個顯性 三個顯性 為1.6公斤 目前對 那最輕的呢 這兩個都引性 是不是只有一個顯性 一個顯性是1.2公斤 所以出在後面 應該是1.2 所以B不對了 他的紙袋最輕是一個顯性 一個顯性 1.2公斤 不是1公斤 所以B不對囉 好那紙袋的表現型有幾種呢 以紙袋來講 最少可以一個顯性 我現在只有紙袋 最少1顯 再2顯 再3顯 沒了 上不去了 所以表現型來講 他只有一顯 2顯3顯 只有3個表現型 所以一開始的 無種表現型就不對 那基因型有幾種呢 這邊可能大A 可能小A 這邊可能大B 可能小B 基因型就是這邊有兩種 這邊有兩種 2乘2是四種 哪四種 大A大A大B小B 大A大A小B小B 大A小A大B小B 大A小A小A小B小B 四種 所以後面有四種 所以出來前面 B選項錯在 表現型只有三種 就是1顯 2顯3顯 三種 第四題 第珠選項 紙袋中 這一種跟這一種 兩者的表現型一樣嗎 我們先看珠 這是兩個顯 圈起來 2顯 這是1 2 3 3顯 兩個顯性 當然表現型不一樣囉 所以在多基因遺傳 不是看你是顯性表現 隱性表現 它看來是顯性的數量 所以兩顯跟三顯 差了0.2公斤 所以珠不對 最後一個1選項 紙袋表現型比例為 1比2比1嗎 各位 因為它有三種 就是1比2比1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算 我現在紙袋 注意1選項 我換個顏色 以知區分 我的紙袋是這樣子 我可能有一顯 可能有二顯 可能有三顯 好 那麼 呃 你如果是傳統的同學 喜歡圖法煉綱的 一顯的人 傳統煉綱就是一顯的 圈圈一 一顯的有A小A 大A小A 小B小B 然後兩個顯呢 可能大A大A小B小B 或是大A小A大B小B 三顯的呢 可能就是大A大A大B小B 你就分別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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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率 其實這四個各四分之一 所以這是四分之一 這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這四分之一 這叫傳統的做法 就是我把它可能先列出來 然後看其機率 這兩個是A或B 就相加 所以1比2比1 那有沒有可能是不傳統的做法 當然囉 不傳統的做法就是 反正一個顯嘛 我有兩個位置已經有個顯啦 叫做C2取0 幹嘛 我不要選 因為沒有顯性 所以兩個隱性就是二分之一平方 那麼兩個顯性呢 有這兩個位置已經有個顯啦 所以兩個位置中挑一個顯性 放進去 一個顯性再加一元的顯性 那不就兩個顯性囉 所以一個顯性幾率二分之一 另外一個顯性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這是兩個顯性的可能 三個顯性 你已經有一個顯了 所以剩下兩個位置 C2取2 兩個位置全部放顯性 顯性的幾率是二分之一平方 一個顯二分之一 兩個顯二分之一平方 好 那這後面這個C幾幾 是用排隊組合的幾率去算的 而下面是突發煉綱 把所有可行列出來算的 如果今天題目就這麼單純 它只有兩個位置可以選 我用兩個方法都OK 但如果今天的基因 可能八九種 天兒啊 你就不要用傳統的突發煉綱 你會順到死掉 因為搞不好每一種 即那個表現型 它的可能性有八九種 那不是算到死 那就用這種囉 排隊組合 幾個位置挑幾個方顯性 剩下方引性 然後機率相乘就好了 好 反正這裡答案是1 是正確的 所以答案為A與E 以上是多選第八題王